把探测器放上月球也许非常了不起 但是想要把探测器放上金星 就更是了不起中的了不起了 整个世界上只有苏联人做到过 而且是在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 而且还陆续成功放上去了吧台 但是自此之后的40多年间 这颗离我们最近的行星便再也无人问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金星哪里是人呆的地方吗 这样说不太准确 哪里是人造物呆的地方吗 高达480摄氏度的表面温度 和超过90倍的地球大气压力 让这颗跟我们挨得最近也长得最像的行星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天器的坟场 是一个连美国人都不敢碰的地方 你别看他们登月灯的欢迎有本事 等等金星石石卷 别说放人上去了 就连放机器人他们都是不敢的 所以咱们就不得不佩服苏联人了 他们以坚强的难以动摇的意志 从1960年代开始就执着于 一定要在登上金星这件事情上面 把美国人甩得连北都找不到 可是意志这个东西吧 他既不能拿来吃 也不能拿来造探测器 他们受伤必须要有一些真家伙才行 那么真家伙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苏联人是怎么一步步的将他们的探测器 放上金星的 时间回到1967年底 苏联人已经10次向金星进发 并且连续失败了10次了 从维基百科上面我们可以查到 他们要么根本就连地球轨道都没有出去 要么就是在飞行的途中失联了 最大的成就顶多就是 成为第一个坠毁在别的行星大气层当中的人造物而已 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苏联人的意志了得 哪怕实战实败依然无法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好了这一次重任落在了金星4号上面了 理论上它成功的概率是挺高的 因为从金星3号到金星6号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同一款探测器 它们都重约1吨 高约3.5米 底部就是一个把一堆探测仪器和电池 连同降落伞包裹在一起的 由耐压壳制成的着陆器 等到了金星大气层的上方 这个球体会跟飞行模块脱离 然后被甩到金星里面去 简单又直接 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 这是有效的 关键看的就是 这落下去之后 是不是跟预期一致了 之前坠入大气层就失联了 正是金星3号 既然都能够追到正确的地方去了 那再多坠几次 说不定中间就能够连上线 几乎第一阶段的成功 就已经拿到手里面了吗 果然 金星4号闯了进去 在突破跟金星大气剧烈摩擦产生的高温高压之后 机载仪器开始正常工作了 他分析了大气并发挥数据 一开始温度显示这里只有大约39摄氏度 并且压力竟然也跟地球上基本相同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起点 但是这两下指标很快就开始上升了 并且抑制上升 高速上升 从5个大气压到10个大气压到15个20个 远超工程师之前最大胆的预测 而稠密的大气则带来了另外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阻力了 当下落任务执行了93分钟之后 着陆器居然还在金星表面27公里以上的地方 感觉怎么落也落不到底 当然它的确也是落不到底了 就在此处由于过大的压力 金星4号被压碎了 于是测量数据停了下来 在信号断开之前 工程师们看了一眼 记录下来的数字是22个地球大气压和277摄氏度 它们心里面大概就有个数了 另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美国的探测器随手5号也飞到了金星 于是也对金星大气一通分析后将数据传了回来 这两者一对比 那工程师就更清楚了 原来金星比我们所有人想的都要艰苦得多 更热更干更毒 简直是杀气腾腾 看样子5号和6号应该也撑不了多久 因为它们跟3号4号一样 是基于原来的理解制造出来的 但苏联人既不想浪费此时的发射窗口器 也不想浪费已经造出来的探测器 于是就将它们稍微强化之后便发射了出去 结果跟预期是差不多 金星5号和6号最终的命运 都是终结在了金星的大气当中 一个落到了离地26公里 另外一个厉害了一点 落到了离地11公里远的地方 并且两者都有把在被压之前的数据传回来 可谓是用自己的生命再帮后来者铺路 这样的铺路显然是值得的 到了1970年的发射窗口 苏联人已经为它们将要真正面对的世界做好准备了 它们已经知道这里超过450摄氏度 超过100个地球大气压 翻滚燃烧着高温辐蚀性的酸性云雾 那就走呗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定要降到它的表面才行 为此金星探测器的工程师们虚心的向潜艇设计者们取了精 学会了怎样才能够在海底100米处活下来的技巧 他们也采购了新的材料 建起了新的更热更坚固的宣誓来测试这些材料 在充分准备之后金星7号就来了 此时它的着陆器外表已经变成了一个光滑而漂亮的钛合金蛋壳了 蛋壳之下是厚厚的绝缘碱正层 然后才是挤在一起的电子设备 跟所有钳匙一样 它在被扔到金星大气层之前也会做预冷的处理 将其中的温度降到冰点以下 以便能有更大的热载和空间 另外工程师们希望金星7号能够有更长的时间 是待在金星表面而不是空中的 于是他们就得要想办法让它落得更快一些 结果就是一个经过改造的降落伞 当温度高于200摄氏度时 伞绳会被融化 从而使着陆器自由的下落更快 时间和速度上都更快的来到了地面 当然这个温度是计算好了的 他们一定是认为着陆器在遇到这种温度时 其高度也低到了帅不坏的程度 可结果还是遇到意外了 在与飞行模块脱离 金星7号连续往地球传输了35分钟的信号之后 它的降落伞失效了 于是以超过预期的速度 往金星表面一头坠了下去 信号当即中断 工程师想完了又报废了一枚坦测器了 但事实上它是报废了 但报废的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彻底 在落到地面上之后 它甚至还又工作了十几分钟 直到最终倒在高温高压面前 之所以地面上的工程师们无法知晓 是因为它在落地式天线给歪掉了 从而让信号强度骤降 后来还是被色电天文学家意外的追踪到的 这说明一个问题 金星的地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硬 好 既然这样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要轮到 真的去看看它的地面了呢 苏联工程师说 咱就是这样想的 于是五年之后 一个比前辈们中了五倍的探测器 金星9号横空出世了 它上面带着两台黑白全景相机 一左一右各负责180度 这样加起来就能够让人类环视这座 真实存在的宇宙炼狱了 但是在地狱一般的环境里面 相机怎么才能工作呢 它肯定是不能伸到外面去拍摄的嘛 你猜怎么着 它们又是跟潜艇学来的 利用了和潜望景一样的原理 通过一根较长的管道 将透过外壳上耐热时音玻璃 穿过旗舰的光线 引到伸长在探测器内部的相机里面 然后去成像的 于是我们才有了对金星世界的第一个直观认识 这张512×128相组的黑白照片 是金星9号 在1975年10月22日 以每3.5秒一行的速度 从金星表面给我们发送回来的 哎呀 其实这件事直到现在 我们要是仔细去想一想呢 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不过可惜的是 金星9号和10号上面的镜头保护照不太靠谱 它们原本应该是在着陆时需要自己弹出去抛弃掉的 但是都分别只成功弹出了一个 所以360度的全景变成了180度的小全景 目标只实现了一半 哎 不过就算这样呢 也比紧随其后想要把色彩还原给这个世界的 金星11和12号要强一些啊 那兄弟俩啊 由于用了跟90一样的镜头盖技术 压根一个都没有弹出去 白白就浪费了睁开的眼睛嘛 结果我们啥也没有看到啊 还是最终到了金星13 14号呢 在解决镜头盖完极之后 彩色的金星才终于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这个被笼罩在昏暗橙色里面的世界呢 看起来似乎也没有那么的恐怖嘛 开裂的地面 松软的土壤 过度风化的岩石和朦胧的地平线 既显得熟悉又显得陌生啊 哎 也难怪啊 在温室效应没有失控之前呢 这里的景象其实跟地球非常相似啊 好了 这些呢 就是我们关于金星的最新照片了 虽然最新也有40年的年头了 这个自始以后无人再敢问津的地方 也许再次迎来人类的探访呢 还要再等上不少的时间啊 毕竟在疯狂劲儿退却之后呢 我们更多还是要考虑 成本收益的现实问题了嘛 等啥时候能够做到送上去的东西 可以连续工作更长的时间之后呢 这件事情哎 才会更有意义嘛